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题目 原因是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 有一次我在坐飞机要去服事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电影 韩国电影叫做与神同行 可能有的人知道 在那个时候非常火红的一个电影 我就想说我在飞机上我来看一看 结果我一看之后 我就发觉原来他的故事是在讲 一个救火队的队员 他死了之后 我觉得他是按照韩国的 类似佛教的一个宗教拍的 他死了之后 他就到地狱里面要接受审判 只有一人才能够通过 然后可以再转世投胎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 蛮sad没有盼望的一个宗教 那我当初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其实他里面 我不建议大家因为我讲就去看了 因为我觉得他里面讲到很多地狱的景象 我自己觉得那些图片跟景象 对我看了之后很不舒服 所以其实我没有看完 我只看了前面十分钟 前面十分钟 我记得就是我只看他经过两个审判 第一个审判是 在地狱里面他们问他说 你有没有杀过人 或者是因为你间接性的错误 使人致死 结果后来他中间讲了一句话 所以要留意 不要在网路上随便去说话 到他第二个的时候 第二个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审问他 你有没有说谎 结果他就把他的一生重新演给他看 你说是不是像我们的生命册展开一样 他就把他的过去演给他看 然后就特别讲到 他的一些人的好 人的好所说的谎言 其实有的带来不好的结果 我那时候看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这里 我后来就停了 因为那里面很多的影像 让我看了很不舒服 描写地狱的那些景象 那但是我坐在飞机上 我就跟主说 主啊 真的今天不是一个真神 一个异教 都会这么看重 一个人的诚实 正直跟有没有爱 我就跟主说 主啊 你真的今天再来光照我 我会不会常常因为不想说一些事情 或者为了要规避一些事情 我是不是也说了一些谎话 然后我就在飞机上开始安静 里面就是突然间 我觉得一个敬畏神的心 进到我的里面 我就开始祷告 跟主悔改 那但是呢 你知道一接着又服事 然后又有很多人的事情 我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人会因为忙碌 就又忘记了 所以那天之后我又忘了 就一直在忙都忙西 忙都忙西 那只有每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晃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会重新再去想 主啊 我有没有饶恕人的 或是我有没有该奉献的 十一奉献 或者超十一 你要我去奉献的 我没有去给 就是我会再一次的刑查自己 因为总是希望 如果有一天我们去建筑的时候 不要后悔 是不是 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吗 我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 好 那因为忙碌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好 我们来到2020 我觉得今年真的是 很特别的一年 我记得在今年 有一次明文送给我一个图片 那个牛啊 就这样子飞起来 牛都飞起来了 然后他就写一个 Holy cow 你知道 就是2020 真的发生太多事情了 好 那我很喜欢的电影明星 突然间宣布癌症过世 你们都记得那个 拉光达 是不是 瓦干达 是不是 那个 我其实蛮喜欢他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我有听到他在大学里面的演讲 所以我有点点难过 那当然2020一开始 我们的Kobe Bryant 他就突然间飞机失事就过世了 我想 这种事情发生很多 所以2020年 你每天早上起来看新闻 其实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好 一个震惊加上一个震惊 同样在2020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也是很爱主的基督徒 突然间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 非常含有的疾病 好 在两个月之内 好 就突然间整个 整个病情 就是 下降的快到一个程度 立刻就已经 神志不是很清楚了 好 所以发生很多事情都让我 让我 觉得 到底 What's going on 到底这个世界 发生什么事情了 到底 接下来的世界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 我心里面 就开始一直觉得 好像 世界在改变 时间在改变 好 好像 一个generation 一个时代在改变 好 那当然更不用说 COVID-19之后 至少在美国 戴口罩见面 已经成为我们当中 一个礼貌跟礼仪了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戴口罩见面 远远看着对方 好久没见你了 真想给你一个hawk 但是只能戴着口罩 跟你远远的微笑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出门 我要看一下 今天天气的空气品质 怎么样 这都是我们从来 从来没有预计到的 好 我觉得神在借着 每一个所发生的事情 在给我们看到 那个sign 在对我们的心说话 所以我今天就有个感动 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不只是与神同行 他讲到别的宗教 讲到地狱 受审判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 其实我们也有 好 所以我今天很想 跟大家分享 审判台前 以及我们在审判台前 神要给我们一个 永恒的奖赏 好 我觉得这个题目 对我来说 是这样子的 知道 好像知道 但是 越确实在我的生活里面 并不是我常常去 思考的一件事情 因为时事的变化 我就开始听 我又开始回去听 我很久以前就听过麦比口讲过的 末世信息 我开始去读这样子的圣经 我开始去查考 那当然在这几个礼拜当中 我以前牧养的一个年轻人 很年轻 三十多岁而已 也就癌症过世 我记得我那时候 刚好也在听末世信息 然后我心里面 那几天其实蛮难过的 蛮下沉的 我就有一天听到 麦比口牧师就讲到说 我们人很在乎 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多久 他说 所以我们花很多的金钱 为了要让我们自己 能够多活个五年 多活个十年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久 他说 但是你知道吗 神在乎的不是 我们能够活多久 而是在我们活得的时间 我们有没有忠心 哎呀 我当时一听到的时候 因为我正在想 他这么年轻就走了 我正在想 我的好朋友 突然间 没有意料之外 全家在一个震惊的里面 突然间 一家之主 这个做爸爸的 做丈夫的 突然间就失去了意志 意志 在一个很奇怪的疾病里面 我就开始 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光照 进到我的里面 我就突然间被光照 就觉得说 主啊 我的想法 怎么跟你的想法 很不一样 当时麦比古在讲到 在主回来之前 会发生一件事情 叫做殉道 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好的基督徒会死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他讲到 我们都在乎长久 但是神在乎 我们活的这段时间 是不是有忠心的 顺服他的话 有全心全意的来 爱神跟爱人 那因为这句话 进到我的里面 我真的就开始思考 我说主啊 谢谢你今天光照我 为什么我的想法 跟你的想法 是差这么多呢 为什么我所哀伤的事情 跟你所哀伤的事情 好像也不是完全一样 我所在乎的事情 主啊 到底跟你所在乎的事情 是不是一样呢 我觉得今天当然 一堂的聚会 我不可能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想把我这些日子 我所考察的 跟我所得着的 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 那在真言29章18节那里 讲到 没有意向明就放肆 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 我就跟主祷告说 主你要开启我 让我真的不是 只是活在现在 我要活在现在 很忠心的活着 你在乎现在 但是我要成为一个 有盼望的人 我可以看到永远 我会因为那个永远的盼望 因为那个永远的结局 我会在我现在的生活 也会有一些改变 而不会活在一个放肆的里面 那在教会里面 不多讲这样子的信息 忽略这个真理 使基督的身体 也就是我们 有的时候活在软弱里面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每个基督徒 讲到永远的话 我们都有永生 我们从你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之后 我们就开始有 这个永生的盼望 这个永生的盼望 就在我们的里面了 那除了这个永生之外 当然 当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那一天开始 相信他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那一天开始 神就给了我们 一个公义袍 这个公义袍 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耶稣会从这个 公义袍的里面 来看我们 但是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 永生是什么 你对永生 有什么样的认识 我记得麦比科 曾经讲过 他说我们基督徒 大部分的基督徒 我们对永生的概念 就是没有概念 可能呢 将来我们就是 坐在云上面 弹吉他 继续的敬拜神而已 我知道的 比这个多一点点 但是我必须承认 还是太少 那我们现在 先来读一节经文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死后且有审判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好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所以我刚刚讲 不是只有异教 在地狱里面要受审 他们要投胎转世 我们基督徒 我们也有一个审判台前 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是为我们基督徒的 这根启示录的白色大宝座 是为还没有信主的人 有生命册 也要照着他们所行的 要来判断 要来判断 那我们基督徒呢 是来到这里所讲的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死后且有审判 这里就是讲到 judgment seat 基督的审判台前 那哥林多后书这里也讲到 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 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受报这里特别讲到 receive 就是你在这个当中 你要被 就是你要照你所行的 或善或恶 神要来报偿你 神要来报偿你 那基督的审判台前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 新约是在用希腊文写的 所以这个字 是讲到be ma seat 希腊文是讲到be ma seat be ma seat是指 当时在希腊的竞技场里面 中间有一个台子 那个台子呢 是今天在竞技场里面赢的 就要在这个台前来得奖赏 来得奖赏 所以同样的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 基督的审判台前 因为他用的是be ma seat 这个字 那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指 神要照着我们所行的 是恶或是善 他要来报偿我们 他要来报偿我们 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 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 更多的时候 其实神是有讲到 他迫不及待的 想要来奖赏我们 而不是要来condemn 要来定我们的罪 那你说或善或恶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报偿呢 其实我们就是照着我们所做的 得奖赏 或者是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以至于我们在一个后悔的里面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们浪费了我们这一生 我们会非常的后悔 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 我们是照着我们怎样过生活 或是得奖赏 或是承受损失 那耶稣是非常渴望 要给我们奖赏的 他非常渴望要给我们奖赏的 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按着他的话语去行 因着爱他所行的每一件小事 他这样子的受感动 那他这样子受感动 耶稣怎么样来表达呢 借着给我们奖赏 借着给我们奖赏 所以 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审判台前 我们将来都要受审判的时候 耶稣主要在说的是 他要给我们得 reward正面的奖赏 而负面的是指 当我们明白 我们失去了这么多的机会 忽略了神的旨意 以至于我们做了很多的 错误的选择 所以我们失去了 这么荣耀的一个生命 可以获得的奖赏 我们失去了这么多的机会 因为等我们死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事情 我们可以改变了 所以我在这里 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当我这些日子 我所牧羊那个年轻人 过世之后 让我重新来审视我的生命 审视我有的时间 2020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在美国媒体的混乱 已经是全世界看到了 我不知道2020还没有过完呢 我记得有人就讲说 这就是2020 还有两个月 我们警醒的继续的过生活吧 那我也相信 从今年结束完之后 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但是这些日子 我觉得神在震动我们的生命 祂在震动 所有一切可以震动的 以至于我们可以醒过来 好像基督光照我们一样 我们可以向着神醒过来 而不再浪费我们的时间 这是最近神一直给我的负担 每天我都祷告 主 祢要来带领我 让我可以行祢的话 主 祢每天来帮助我 祢每天来帮助我 让我可以行祢的旨意 让我不浪费 祢所给我的时间 那当然 我们每天当中充满了选择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 奖赏跟我们生命的选择 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在审判台前之后 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 其实就是你每一天 所做的决定 你怎么样使用你的金钱 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 你说什么样的话 你有没有勒住你的舌头 不说埋怨的话 不说毁谤人的话 不说报复的话 还有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是不是行公义 好联名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所以我们每天充满了 一大堆的选择 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但是你要知道 你每一个选择是有奖赏的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 奖赏很多 时间有限 我先讲我们第一个奖赏 就是我们的生命 其实并不是结束在 我们死亡之后就没了 好摩西有说到 我们生命 好我们如果真的活得不错的 我们可以活到七十岁 好七十岁 那有的人活得更久 有的人活得更短 好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生命并不结束在 你死的那一天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要复活 好我们在上常常听到这一句 因为我们都要复活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但是复活之后呢 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好我们来读一下 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吃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 和那没有拜过寿和寿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好我们第一个奖赏 就是在我们死后 我们都要复活 好他这里特别讲到的 这里讲到 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 那里讲到复活的是得胜者 他们是得胜者 他们复活之后 他们要与基督做王一千年 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 你如果在路加福音那里 我们也读到 路加福音十九章 十七节到十九节 那里也说到 主说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 你可以 你可以有权柄管 十座城 第二个来 他说你给我一钉银子 我赚了五钉 主人说你可以管理五座城 所以你就会发觉 其实我们与基督做王一千年 这里讲到一个千禧年的国度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死后有一个千禧年的国度 我们要与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 我们还有的 还有的可以活的 一千年 当然之后还有 我们就与耶稣一直在那个乐园里面 但是在我们死后 我们到复活 复活之后 那一千年 讲到千禧年的国度 神给我们的奖赏 你今天怎么样过生活 会决定 你将来在千禧年国度 你会拿到什么样的权柄 我们复活之后 你知道不是大家一样的 你知道我们都复活 Give me five 我跟你讲 你到最后我要给你five 人家给我给我give me five 我不见得我不知道 我现在不知道 我会很哀伤的 没有办法给他five high five 还是我很高兴的给他high five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权柄 是不一样 有的人管五座城 有的人管十座城 有的人神怎么讲 路加福音那里怎么讲 你是一个作恶的仆人 你是一个恶仆 当然在别的地方 耶稣有讲 是又恶又烂的仆人 不是忠心又良善的 你知道我们在地上 怎么过生活 很影响我们将来 那一千年 我们可以怎么过生活 你活到一百岁好了 人锐 你花很多的时间 花很多的精力 活到一百岁 但是跟你将来的千禧年 国度 你可以有的权柄跟治理 跟荣耀相比 不过十分之一 不过十分之一的生命 真的当我回头看这一点 我就发觉我花很多的时间 再把我这短短的 不到十分之一的生命 竭力的要把它治理好 当然咯 这个也是需要的 但是呢 我们要有一个远的 远的眼光 就像我刚刚讲的 在审判台前 在那个be my seat 在那个审判台前 好 我有没有拿到那个奖赏 到时候耶稣会跟我说些什么 我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还是我是一个作恶的仆人呢 这会影响我们将来一千年 要怎么样生活 好 所以我在地上的这些年日 会影响我将来在一千年 要怎么样过活 你要知道be my seat 他其实讲的 虽然是竞技场 但是也就是当年 他们的竞赛的时候 就好像今年奥林匹克的样子 一个类似的运动竞技一样 be my seat 好 耶稣特别 特别在 拿这个来作为比喻 好 来让我们明白 好 当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你知道你的奖赏是什么的时候 我就想到 以前我看过一个新闻 好 一个 跳水皇后 她拿奥运金牌的 好 她以前每一次都是拿第二名 结果她等了很多年 终于她的同伴拿第一名的退休了 所以她就要再跳四年 因为她终于可以拿到金牌了 但是我那时候看新闻讲说 但是她的视网膜因为跳水的关系 你知道那个水 跳水从很高的那样跳进去 那个水的极大的压力 对她的视网膜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她的视网膜已经品铃要剥落 她有虾调的危险 但是她仍然在练习跳 为什么 为了是在四年之后奥运 她终于可以拿金牌了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民没有异象就会放肆呢 当我们没有异象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Beam Masi 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神其实讲了很多 他要怎么样奖赏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留心去听 我们也没有留心的放在心里面 去反复思想 让他真实到 就好像这些运动员要参加奥运一样 这样子的付上代价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很多年这样过了生年 很多年这样子过了 这样子过了很多年的日子 但是直到2020 我就觉得一件事情发生 一件事情发生 我不是只是 哇 哇 怎么这个样子 怎么这个样子 哇 还会有什么更糟的事情呢 我觉得在我里面 有一些东西醒过来了 我开始在想 我回头看 我这么多年服侍的生活 我这么多年与人的关系 我这么多年跟神的关系 我怎么使用我的金钱 我跟主说 主你真的来帮助我 让我能够跟你的话语对齐 以至于将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 我真的不会懊悔 好 我不会懊悔 那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 你要知道我们在那一千年 跟神一起作王 好 还是有ranking的 你要知道我们的复活之后 我们的assortity 我们的权柄 是有大小之分的 你要知道将来 我们复活之后 所有的事情 都是有大跟小 大荣耀跟小荣耀 大奖赏跟小奖赏 你说这么现实 不好意思 发奖品的时候 真的就要看我们今生 怎么样过生活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你或许跟我说 我也不在乎了 那一千年 我没有想要在神的国度 要去治理什么 我也不想治理那始作城 太麻烦了 我跟你讲 如果你今天在公司里面 很在乎你有没有被升迁 然后当别人被升迁 你没有的时候 但是你同样的努力 你心里面就是有那个不平 跟愤怒的时候 我告诉你 将来你死掉 你死了之后 复活的时候 你会在乎 你今天是你的权柄 到什么样的地步 你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 因为那时候只有这一个了 你已经没有说 我工作上快乐就好了 我在教会 有没有做领袖 无所谓了 反正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到那个时候 只有这一个职位了 你如果今天在工作上在乎 你在人前在乎 我告诉你 你复活了之后 你也会在乎 这个是我们需要常常去思想的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大概是十几年前 当麦比科讲说 我们到天上 还是要跟神一样的服侍 我们要跟祂一同做王 我们还是有阶级的 你还是要治理 还是要教导 我听到的时候想说 Oh my goodness 我已经做够多了 我到天上 我不想再做了 我不想做任何事情 这是我们人第一个反应 因为我们真的不明白 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 而且那是唯一一件事情 那代表着神对我们 迎着我们在地上所付出的 祂受感动的一个奖赏 跟祂的一个喜悦 所以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在乎 一定会在乎 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启示录十九章 第七节到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祂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父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妇羔羊之婚宴的 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好 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四十一到四十二节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心有心的荣光 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好 所以在这里 我们特别讲到 保罗在这里 哥林多前书讲到我们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子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心有心的荣光 这心跟那心的荣光是分别 所以我们每个人复活之后 我们的复活身体 你不是只是复活而已 你会是有荣光的 而那个荣光大小是不一样的 我刚刚讲 权柄是不一样的 我们复活的身体的荣耀 那个荣光大小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 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 那个心腹讲到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昏取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戏玛衣 这戏玛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所以我们有两件衣服 一个是公义袍 你信耶稣的那一天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 你拿到了这个公义袍 这是你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 一个通行证 这件衣服 第二个呢 大家都有那一件 第二个呢 就要靠圣徒所行的义 来织这个喜马衣 这个喜马衣 是我们的另外一件衣服 那这件衣服 这里讲到是圣徒所行的义 我们死人复活 我们身上的荣光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这心跟那心都是不一样的 大跟小的差别就在于 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 神给我们的年日 或长或短 回到我刚刚讲的 不管长或是短 但是你在这个当中 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 你信了耶稣 在你认识耶稣之后 你怎么样的过生活 会决定你复活之后的荣光 是大还是小 我记得有一次 我听到麦比科讲 他说这个衣服 要怎么样来形容呢 他说就好像 你想象你今天要去参加一个宴会 一个宴会 大家都要把你最上好的衣服穿上来 他说我们复活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跟你讲 这个荣光跟这个衣服 已经不能再改变了 已经不能再改变了 从你断气的那一刻 你已经决定了 你到时候复活 你的荣光是什么 你已经决定了 你所织的细麻衣 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织成一整件啊 或者是 你织了一个很漂亮的衣服 不管你在地上过一个 多么不容易的生活 或者你在地上 看似贫穷的 但是你可能因此编织了一个 非常美丽的衣服 那你会不会在乎呢 好 我自己 当我自己这样子去想的时候 我就想到 你知道我其实 最喜欢最喜欢参加的 就是婚礼 好 那但是我最挣扎的就是 婚礼你要穿得很漂亮 尤其我很怕他们叫我去 祷告啊 或者是证婚 你知道我习惯穿球鞋 穿牛仔裤 穿很casual的衣服 所以我没有那种 很漂亮的礼服 你知道礼服不是只有礼服 还包括你的仪态 你的动作 不能驼背 你的身材 还有你要穿的鞋子 这是配套的 不是只有买一件衣服而已 这么简单 那我觉得我常常不自在 这样子受邀 哎呀 常常觉得自己不足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很好的衣架子 我穿上这些东西 不会很好看 偏偏我又是牧师 好像又成为一个 很醒目的人物 我就想说 哇 连一个婚礼 都会让我觉得 embarrassed 让我觉得不好意思 我的服装不够好 我只是参加一个地上的婚礼 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耶 你想想看 如果将来到天上 我们的那个复活的衣服 那个荣光大小不一样 你所穿上的细马衣 是圣徒所行的义 代表你在地上 所过的每一天 你是怎么样 用你的全心 来到神的面前 虽然我们有软弱 我们有争战 我们不行 但是我们仍然渴望 一个求完全的心 在这个渴望里面 我们能做到多少 好 神看我们的心 他这个衣服 就要因此而编织起来 我自己想 将来在天上 Oh my goodness 人家看到我的衣服 就知道我在地上 怎么过生活 是不是很恐怖啊 我都不用告诉他说 你知道吗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以前做了什么 我都不用告诉他 看我的衣服 他看我的荣光 他看我所拿到的权柄 就已经告诉别人 我在地上的年日 神给我的金钱 神给我的时间 神给我的关系人脉 神给我的资源 给我的家庭 我是怎么样来使用 怎么样来过生活 我听了之后 我真的是 我每次开始这样子 默想之后 我觉得那个敬畏神的心 跟那个警醒 又再次回到我的里面 好 那当然咯 我们不念这段经文很长 马太福音22章那里讲到 天国好比一个王 为他的儿子摆设 取亲的宴席 好 那当然神就开始招人来了 好 那个中间故事很长 我只是要讲最后的 前面有的被招的不肯来 后来被招的来的 又有很多的事情 结果接着呢 好 神就说你就去外面去 去遇见人 都把他招来 席上就坐满了客 好 在第十节那里 席上就坐满了客 这就是讲我们 好 讲我们基督徒 席上都坐满了客 然后 王进来观看宾客 见那里有一个 没有穿礼服的 好 没有穿礼服的 我刚刚讲到 我们都有公义袍 这里是指的 真的圣徒所行的义 那是礼服吗 就对他说 朋友你到这里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答 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 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因为被招的人 多选上的人赏 我们都被招了 我们都进到 这个宴席里面了 好 但是我们却没有穿礼服 你知道那个 那个 embarous 那个羞耻 在外面哀哭戒耻 这讲的都是我们 都是我们 我们可以信主 我们拿到永生了 但是呢 有人得奖赏 有人却是哀哭戒耻 神没有要特别定我们什么罪 但是当 当一切都显明出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后悔到不行 我们这一生 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的时间 所以在这里 我觉得你要知道 好圣经里面 百分之九十 关于审判台前 关于应许 关于神的应许 将来的奖赏 都是耶稣讲的 保罗也讲了一些 耶稣用各样的方法 要motivate 要激励我们 在今生 照着他所在乎的事情 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真的鼓励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这是我这些日子 这样子想的 好 主啊帮助我 勒住我的舌头 好 为什么要勒住我的舌头 来我们先来读一下 罗马书十四章十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再一起讲 你这个人 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经上写着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妻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 好 所以这里讲到说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当然前面他有讲到 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 好 时候到了 神自然要把我们内心的引擎 显明出来 他说我们甚至于 不要论断我们自己 因为一个 只有一个judge 只有一个审判官 只有一个审判官 就是我们的耶稣 只有一位而已 所以我们不要论断别人 我们甚至于不要 开始一只中了仇敌的诡计 论断我们自己 但是呢 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 好 让神来关照我们 而不是借着我们那个 论断的眼光 好 那十二节这里讲到 这样看来我们必要 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第十节那里 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其实就是神的审判台前 都是同样的字 都是be mercy 都是judgmentcy of Christ 都是基督的审判台前 好 那个台前就是基督的审判台前 所以他这里讲说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情 在神面前说明 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就跟主说 主啊 是的 将来每一样事情 我这一生的选择 我都要在你的面前 来跟你交账 所以这些日子 我常常跟我自己讲 我要乐住我的舌头 我不要去批评别人 我不要觉得 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哎呀 尤其是负面的 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子想 你不知道吗 他就是比较小气 他就是不愿意帮助别人 你不知道吗 他就是比较负面 你不知道吗 他就是心里有别的想法 他就是不是一个 跟大家合一的人 我最近就开始觉得说 主啊 你真的是赦免我 我以前真的像一个审判官 好像我知道人家心里在想什么 我知道别人在想 我可以这样子来论断 我好会看人啊 我跟主说 主你真的是赦免我 赦免我 不要这样子去论断别人 真的在我的口中 都不要说出这样子的话来 我要乐住我的舌头 包括我的金钱 我怎么样使用我的金钱 我最近有一个想法的改变 你要知道在那个 前一次Lemon Brother 雷曼兄弟 那个经济大风暴的时候 房价多便宜啊 你知道那时候大家都买房 有我们教会有一个realtor 他做realtor 他就跟我说 马天亚牧师你要不要也买个房啊 这样可以出租出去 因为我那时候住在教会宿舍 我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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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麻烦了 租个人家我还要自理 我没有时间 我现在要讲 我没有智慧 结果呢 等到我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 开始在想我将来的事 就觉得哎呀 我至今还是要去租一个房间来住 因为租一个house太贵了 哎呀 为什么当年我身在这个 Bay Area这个地方 我遇到这个时间 我却没有买呢 懊悔了好一阵子 但是我就跟主说 主我等第二个 第二个Lemon Brother 虽然人家告诉我 不会再有雷曼兄弟 这样子的事情了 但是我这些日子开始在想永恒的奖赏的时候 我就想到 如果有一天 我们个人这里罗马书所讲的 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我就想到当我站在台前的时候 我会因为我没有买到这个房子 非常的懊悔到不能 原谅自己吗 想一想可能不会 就是一个房子嘛 我们不是在地上是住帐篷的吗 所以我想说这个是我现在会有一点点懊悔 因为现在房子很贵 将来会不会懊悔呢 在神面前可能这样事情不会被提出来 但是我要在神面前说明的是 我有没有好好的十一奉献 我有没有在神给我的感动上面去帮助别人 在穷人 在一些特别的事工上面 我有没有更多的去付出 因为神给我的资源 因为将来我要跟神说明的 这里罗马书 这里特别讲到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我们要说明的这个意思就是 就是我们要来justify 神要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说明的 神给了你这样子的家庭环境 好或不好 神给了你这个工作 好或不好 神给了你这个财富 多或少 有或没有 神给你这个教育程度 神给你这个人脉的关系 神给你一个和乐的家庭 好 以至于你不需要这么多的挣扎 好 你所剩下来的时间 神给你的时间 好 神给我们这个话语的能力 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 这是我将来要在神面前说明的 我每一个做决定 都要定我是行善还是行恶 那我要因为我所行的 来领受神所要给我的奖赏 有或没有 好 所以我审视我 我开始审视我这些过去的日子 很挣扎的事情 我明明就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没有这样子说 居然被人在背后这样子说我 冤枉我 我要放在心里持续的不高兴呢 对那个人有黑暗呢 还是我要饶恕让他过去 当我来到审判台前 提早自己早一点来的时候 时候还没到 我就发觉那个还好 真的还好 主啊 你真的知道 个人都要将意念显明出来 我是冤枉的还是真实的 也真的求你来光照我 检查我 但是我不要被这一件事情卡住 我不要被这件事情过意不去 我不要被这件事情心里有黑暗 我要饶恕 因为我这一个小小的爱的举动 我愿意饶恕 我愿意勒住我的舌头 他掺我一本 我不去掺他一本 报复性的言语 他在背后说我 哇 这个人说的话 我可是也是记得 我要不要也把他公诸于世一下 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试探 但是当我们想到 就像国金金的跳水 想到四年 他终于可以拿金牌了一样 当你想到 在这个B马C 在这个审判台前 权柄是不一样的 将来我在神面前 我要与基督一同作王 荣光是不一样 我穿的衣服会不一样 我一定要好好的缝这个衣服 在地上好看的衣服不够多 在天上就是这一个 我一定要好好的编织 那我就会觉得 你知道你看事情的眼光 当你从上面看 see from above 从神的那个地方来看的时候 就发觉很多东西 都不再重要了 真的都不再重要了 而我的反应 确实非常的重要 确实非常的重要 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麦比扣牧师 这次当他讲到审判台前的时候 他又重新再提到 当他在四十岁的时候 他有一个跟神一个 很奇妙的经历 他说那个时候像是在trans 像是在一个异象的里面 他自己在一个异象 但是又真实到 好像真实在发生一样 那他就看到他自己 在耶稣的审判台前 然后耶稣看着他 就说 safe 就是神跟他说 你得救了 但是呢 浪费了 他说他心里面 第一个意念就想 我又进食 我爱主 我服侍 我在教会 我读经 就算是wasted wasted也不是我吧 我后面还有排很多人 你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是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我每次可能看到一个 比我们早就想说 我还好啦 我还好啦 我将来在神面前还好 他说他那时候就觉得说 耶稣你一定搞错了 再怎么样也不会是我吧 他说但是他看到 耶稣那个很 很 sincere 非常认真的 那个眼神 他就知道 我没有办法 改变这个人的想法 他说他在 这个意境 意梦意境的里面 他只有一个感觉 regret and sorrow 他感觉到 无限的一个后悔 跟一个哀伤 在他的身上 他说从此之后 他就开始研读 审判台前 跟永恒的奖赏 他说他真的吓到了 他被他这一个经历 所吓到了 我就想到我自己 我在看 那个与神同行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点点被 提醒到 基督的审判台前 我跟你讲 忙碌是最大的敌人 我们在忙碌里面 我们反正已经很忙了 我就看看电视 我玩玩电动 吃吃好吃的 我就是 我需要抒压 你真的可以抒压 但是有没有节制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有没有节制 你怎么样安排你的时间 你是不是每一天 都有更认识神 更认识神的话 更多的爱神 更多的愿意去爱人 我们每天是不是 在这个事情上面 有突破 哎呀 麦比昆 牧师讲的那个 很抓住我 regrat and sorrow 充满了懊悔跟哀伤 我们在世的年日 跟我们千禧年国度 所要享受的 奖赏跟荣耀比 不过是十分之一啊 那还是你要活到一百岁啊 所以我这些日子 我就跟主说 主啊 2020年还没过完 帮助我打起精神 我下垂的手 我发酸的脚 我要再一次挺起来 主啊 我要向着你 我要成为一个 有意向的人 我要成为一个 有热情的人 不管今天环境怎么样 你帮助我不要放弃 我不要看到一个 祷告没有蒙应允 我就觉得 哎呀 没有用啊 我要放弃了 我开始去过一个 不祷告的生活 我听到很多人这样子 因为他的祷告 没有蒙应允 他对神有一个失望 他就开始 不再跟神沟通 不再求什么了 他就过他自己的生活了 我真的相信 我们将来会为这个后悔 我们这么快就放弃了 我们将来也会 为我们所花时间的方式来后悔 我不是 我再说 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有娱乐 你可以有娱乐 但是你有没有节制 在你有限的时间里面 你怎么样安排你的优先次序 你早上起来 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来等候神 你早上起来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来祷告 你早上起来愿不愿意 分别为圣一段时间来 好好的读圣经 你可能六点开会 你可能五点开会 我自己听了很感动 蒙恩传道 他帮我们读 每次都在这边读圣经 他说因为他七点钟要带成根 他六点钟起来 要再来读圣经 所以他五点钟起来等候神 所以他四点多就要起来 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一个有意向的人 我有一次 我跟你讲 我上YouTube看 有钱人都是成功人 一百个人 前都是四五点就起来 早上起来 读书运动 我心里想说 我有一天四五点钟起来 成根完我就想说 我应该开始来运动 跳一跳Aerobics 我跟你讲 我真的不是那个成功人的命 过来也只跳了一次 但是这个审判台前 真的让我 我虽然没有做运动 但是我真的有好好的起来 成根跟读经跟祷告 而且我知道这是 唯一不可少的一件事 除了主日的聚会 除了祷告会 除了查经 除了与人的相交 除了帮助别人 除了奉献 还有一个不可少的一件事 就是来到神面前 来亲近祂 爱祂独生的话 所以 我再一次的鼓励大家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世界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过生活 因为我们是有永恒盼望的人 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 我们不是一个没有盼望 像我所看的电影 等着投胎转世 我们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我们有奖赏 神要给我们权柄 我们有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 我跟你讲 还有更多 我们还有财富呢 哇 真的 我们需要认识 我们作为基督徒 除了这个永生之外 它意义内涵代表的是什么 以至于我们真的每一天 活得这么快乐 这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事情 是有意义的 我帮助这个人 我的劳苦 我的付出 我的不斤斤计较 我愿意过去 我愿意不计较人的恶 哇 所有的东西都make sense了 所有你在地上得不到的 也突然间没那么重要了 我以前老是觉得 为什么人的命差这么多 有人住豪宅 我们就连个房子都没有 为什么有人过生活 是天天可以听歌 逛街 雪拼 洗温泉 我现在都觉得 哎呀 神给我们的护照不一样 祂要照着 祂给我们的资源 给我们的财富 给我们的时间 给我们的人脉 给你的聪明跟智慧 给你求学的机会 给你的家庭 所以你如果以前遭遇到 不容易的事情 你觉得你做不到 神都是把这些考量在内的 祂是非常公平的神 但是我必须承认 我有个很好的家庭 我有个很好的教会 我有很好的弟兄姊妹 我真的是 比上不足 比下真的 神给我的真的是蛮好的 一个生活环境 我真的很感恩 所以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就安然居住 主啊 我要为那个B妈C 我要为那个 像奥运选手一样 我是要为那个奖赏 为那个冠冕而奔的 我希望有一天 我面对死亡的时候 不是充满了害怕跟遗憾 Regret and sorrow 好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在这里 好不好 还有时间 我们现在一起 拿出我们的热情 打起我们的精神来 让我们不是做那个 天天埋怨 不断抗争的人 而是主 你要我做什么 我可以发挥什么影响力 你给我这么多 就算你给我的这一点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要我为人做什么 你要我为我的国家做什么 你要我为我的社会做什么 你要我为我身边的人 可以做些什么 因为神要照我们所行的善 跟所行的恶 我们要领受奖赏 阿们 我们基督徒是有奖赏的一生 我要再说 神耶稣迫不及待的 要来奖赏我们 这是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 最大的不一样 让我们好好的来过我们每一天 我们彼此激励 彼此勉励 阿们 好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师的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荣耀的盼望 我真的要说 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变得充满这么多的意义 好的事或不好的事 我都看到你的手在其中 谢谢你这些日子 你不断的要震动天 也要震动地 你要把我们所有不能存到永远的 你都要把它振睡 你都要把它振醒 谢谢主 你给我们机会 你给我们机会 谢谢主 你给我们机会 可以除去 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这个天上的奖赏 主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话 让我们渴慕这个奖赏 渴慕跟你在一起 一起治理的时间 渴慕这个一起做网的日子 让我们渴望这个羔羊 真的新郎的婚宴 主让我们不要做那个爱哭切齿的人 谢谢主 谢谢你提早借的这么多的事情来提醒我们 对我们的心说话 谢谢主耶稣 教导我怎么数算我的日子 主我真的求你 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 以至于我们见你面的时候 我们真的 真的可以勇敢地说 我们是要等着领受这个冠冕 谢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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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你 谢谢主 我们将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